歡迎來到敬光後援會 又是我小明 今天就帶了兩位嘉賓上來 就是二次元的主唱兩位 Selena和凱專傑 Hello Welcome 你們這首歌《二次元》 可不可以說一下這首歌是說什麼的呢 說兩位相愛的 其實有點跟我們發展 就是剛才的角色寫的 會不會有多次機會可以再在一起呢 因為第一次可能緣分不在 然後第二次可不可以再令這件事發生 然後我們今天就和兩位玩遊戲 好 C影片開始了 好 你現在即將要出門探險 你會選擇前往哪一處呢 A 草原 B 森林 草原 我記得我看過你們的訪問 選擇A 草原的你 你的好奇心不算很旺盛 個人做事比較謹慎 選B 森林就是 你的好奇心非常旺盛 而你的胸口掛著一個勇字 缺點就是有時有點衝動 都準的 都準的 你也是好奇心的人 你覺得他準的其實 第二 當你踏入了草原或者森林之後 你第一眼看到的動物是什麼呢 樹熊 你會看到樹熊 是的 那你覺得樹熊 這隻樹熊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很滑 很多毛 很可愛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我看到獅子 看到獅子 那你覺得這隻獅子給你感覺是怎樣 它可以是一隻很懶的獅子 那不懶 是一隻很像Lion King 很有型的坐在那裡 王者的氣勢 是男仔 是紅獅 這條問題就是可以看出 你平時想要給觀眾 或者給人的印象是怎樣 你想說自己是紅聖的獅子 我也是 我就想它是一個很可愛的樹熊 被人抱著 一種舒服的感覺 一種溫柔的感覺 你看到地上有一把藥士 就是你看到有一條鑰匙 你會把它撿起來嗎 鑰匙 不會 會不會撿起來 會不會撿起來 不會 可以看得出你在事業上 你是不是那種 有機會我就會把握那種人 你因為怕鑰匙沒消毒 天色就有點暗了 而你眼前有一間小木屋 你會打算在這裡過夜 那道門是一個什麼狀態呢 關了門 然後是打開的 是打開的 那它是一個全開還是半開的狀態 都差不多開了 差一點點 你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大方率直的人 有些什麼情緒和心事 都不是很暗得住的 很不介意分享給別人 刪斥就是 你是一個比較害羞和耐念的人 有些慢熱 有些固執 要一些比較長的時間 才撻得住你的褲子 都像 是嗎 你覺得他是不是 都是的 我們演戲就知道 演戲做到差不多 最後那一場戲才會 是 就是 所謂心理測驗 是不是都是你們經歷過的事情 就是會不會有人跟你說 其實你這個人都很坦白的 都很容易知道你開心不開心的 這樣 都是的 我想給別人的感覺是獅子 但是又不像是 是啊 你都有一個 你的聲音是很獅子 是啊 你都是一個紅性的氣勢 是嗎 是啊 我同意你說你的聲音 是啊 好 那我們看完事業篇 我們進入 愛情篇 你理想伴侶的一個形象和個性 老虎